哈喽我是胡闹 这礼拜加拿大是长周末 因为是Victorial Day 所以今天呢和闺蜜约了去滑铁卢公园六娃 没想到我女儿看着的第一个项目就是这个大转盘 国外小孩玩这个是真的疯 才转个四五圈我下来都站不稳了 果断换项目决定带她玩些优雅的 小猪第一次玩滑铁卢梯 真的就是说太可爱了 然后我们去到了滑铁卢公园的另一边 听朋友说今天会有个华商会组织的庙会 这只是排讲真是不是太简陋了一点 整个庙会的区域也不大 不然人还是蛮多的 我们到的时候已经比较晚了 感觉大家都快收摊了 大部分摊位都是卖吃的 也有卖一些视频小玩意儿 竟然还有塔罗占卜 有点像我们以前学校Cast Carnival摆摊的那种感觉 这羊肉串我觉得是全场最好吃 不好吃叫爹这句宣传语我觉得非常成功 现场真的看到好多人都被这句话吸引了去买了 其中就包括我和工具人 吃完逛完就和朋友一起坐到草地上去吃瓜辣科啦 小猪正一长到可以和朋友家的小孩一起玩的年纪了 感觉我离自由又更近了一步 然后晚上去牛逼味吃了个烤肉 我这种肉食动物真的每天都要吃烤肉 今天也是很快乐的一天 那下期视频再见啦 拜拜大家